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总是有上有下 那我们最近看到很多AI的狂潮把很多的资本吸走了 因此在创新的部分呢 也引发了一些在到底电动车是不是还是未来 那我个人还是持续抱持着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看法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邀请到从不同的观点来关切新能源车或者是电动车 比较聚焦的就叫电动车 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的这种车辆的革命不完全走电的这个方向 很多的人都在谈 这个欧美好像欠丰田张南一个道歉 因为丰田张南呢一直强调他要走hybrid 就是油电混合 那不会直接一步到位的走到电 那因为全球的能源现在碰到非常大的问题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从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来跟我们分享 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当中台湾的机会 他是 隔旗化合物半导体的吴亦章吴博士 吴博士请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好 各位观众 沙教授大家好 我是隔旗化合物半导体业务经理吴亦章 隔旗化合物半导体是一个新创公司 对于大家来讲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公司 所以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隔旗化合物半导体 那隔旗化合物半导体主要是在生产第三类半导体碳化系的材料 那这一类的材料在未来人类的在大家的生活上都会无所不在 那第三类半导体碳化系主要是可以应用在现在的高温高压的电动车 甚至充电桩 那未来的通讯低轨卫星等等的都会使用到这一类的材料 那隔旗化合物半导体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那也特别这样的材料去取代现在既有的silicon材料的时候 可以在现在大家也常在提的这个节能减碳永续经营的这个大方向上面 给予很大的贡献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董事长当时创立了隔旗化合物半导体 希望能够在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个产业上尽一份心力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比如说像文茂这种龙头企业 那陈总长也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那可是就是说好像第三类半导体在这个阶段 看起来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 那以至于说大家对于这个广泛的采用 还是有一点顾虑 那就是以您的预估 就是因为您刚刚提到包含在这个新的能源车 那或者是说其实能源车它是一个不是只车 因为它旁边有很多能源的一些因素在那边 包含除能柜 包含您刚刚提到的充电桩 这些东西它是一个ecosystem 那所以在很多的这些的装置当中 都需要运用到类似的一些材料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您刚刚提到比如说地轨卫星 那最近因为乌俄战争之后 大家突然发觉说 哇这个整个通讯的结构 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自己是觉得说第五代 5G的这个通讯 投资的可能都很惨 这个血本无归 因为很可能6G很快就会上来了 那因为它有它的优势 那在这个全球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各种的压力之下 新的这种通讯的结构就出现了 您刚刚特别提到 在低轨卫星的这个部分 化合物半导体也有一定的角色 所以看起来如果说运用的大的 运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量 突然放量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这个价格会下来 那价格下来又进一步的又滚动 让整个的这个应用又更加的普及 所以它就变成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以您的判断 这个时间点会落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 它变化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 我想这个台湾在这个 大家所谓的细岛半导体的护国神山 其实大家都很难去 中长期的预估未来半导体 可能会走到哪里 什么样的应用 所以依我的看法 我还是会觉得蛮快的 就会进到刚刚老师讲的 这样子的未来的情境里面 那我想因为现在 最早把这个碳化系的 这个技术这个材料 应用到我们生活上的 应该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 特斯拉这间公司 那其实碳化系这个技术材料 被发展开始发现 已经大概已经超过60年了 但是实际上 对对对 所以它被特斯拉特别提起来 它的材料特殊的时候 应用到这个大家生活上的产业的时候 大家才会惊觉开始去发觉到 这样的材料事实上有它的特性 在充电上或者是电动车的使用上 甚至未来大家的通讯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电子 device上面可以给予这么大的优势 比方说过去大家的充电时间可能需要数个小时 那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到数分钟 甚至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把你的手机充电充满 那这样的材料优势大家才开始觉得 这个材料应该会在未来很快的普及 那当然像老师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第三类半导体 它目前的成本还是远高于现在silicon的这个材料 那它还是需要一些比较高端上的应用 逐步去熟悉 甚至我们制程上去优化它这个生产上的优势 降低它的成本 跟它本身的量 提高它本身的量率 去加速推展它 普及到我们更生活化的这些应用上 我们以前会觉得化工跟半导体有什么关系 那尤其是后来扯到第三类半导体的时候 怎么变成化合物半导体 我们就越看越不懂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化工对于这个半导体产业来讲 我们还是自诩自己是去实现这些设计的人才 不管是电子电机的这些人才 去实现他们的东西 把它量化成我们生活上的产品 那这个量化的过程放大的过程 是我们化工人自诩我们过去一直专注在 在做的事情 短期的回头去看过去的这三四年 再看未来的三四年 台湾在这个目前整个全球的 去全球化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认为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跟跳板 去衔接整个全球各个国家的一个枢纽 那我们还是基于觉得台湾其实在整个半导体过去累积的这二三十年的前辈累积的这些经验跟技术上的突破 然后包含目前台湾在地缘政治上是可以攻略全球各个国家 包含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周边国家还是到欧美 事实上各国已经没有办法把半导体的材料跟半导体产业把台湾这个名词从中移除 就其实大家提到电子半导体一定会想到台湾这个国家 所以其实进到以化工的身份进到这个产业 可以在这边在生产上或者是未来的市场销售上尽一份心力 然后有一点贡献 那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后变成第四代或是第五代半导体的时候 让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这个趋势上可以越来越成为全球的供应链核心 是 我所了解 就是其实刚刚问这个问题主要是科普一下 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有蛮多一般的民众在听 就是不是都是半导体那些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那这个在生产的制程当中 其实化合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部分从了它本身的材料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从过往silicon-based的这些的制程上面看到的那些前驱物 那这个都是化学作用 你要去做一些曝光 那做那么精细的线宽 这些其实不是只有机台而已 我们过去都觉得说机台很厉害 Apply Materials Asmo这些很厉害 可是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同步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困难度 就是刚刚吴博士其实有提到 非常困难的就是说它是一个齐头并进的 就是各方在ecosystem里面所有的这些partner必须要一起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而不是只要有一个地方卡关 其他的再厉害也动不了 那可是从silicon-based 我们现在走到所谓的第三代的这个第三类的半导体的时候 那其实它背后又看到很多 它有点像是一个另一个革命 因为它有点像材料 它不是用原本的那个制程的方式 那所以整个又出现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我刚刚讲silicon-based 如果走到SIC这种比较是一种化合的一种化学成分 那从各公司在涨金的这个领域里面 你们会看到说你们怎么带动这件事 目前这个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碳化系这个材料 它的生产价格成本还是远高于现在成熟的silicon 那silicon有它材料上价格的优势 然后还有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材料 对大家已经用这么久了 矽晶圆过去我们在 我们格企化物半导体是专注在长晶 那以过去的矽晶圆长晶晶棒来说 它大概可以长晶的方式是两天左右 它就可以长到比如说两公尺 这么长的一个晶棒出来 那最后再去做一些切磨泡 变成我们常见的这个silicon wafer 但是碳化系它困难的生产制程的点在于 碳化系长晶 它在整个石墨干锅的热厂里面 当你把这个材料 所有的原料物件都配置好 放到这个热厂里面之后 它要经过十天到十四天的时间 我们十天到十四天只能长大概两公分的这个晶棒出来 百分之一 而且还不确定 对 就像每一次开长晶圆就像我们下午就说像在开盲盒一样 到底这一次开出来会可不可行 那这是我们在整个产业链上 为什么长晶这一端大家一直投入 但是事实上要真的能够进到供应链的厂商这么样的稀少 那这个认证的过程包含后端的供应 客户是不是认证通过之后 他对于你后面的机台数量 跟你产出的这个晶棒数 是不是可以符合他们供应的量 这都是整个影响整个产业的状况 那我们隔期在这一端也是非常重视 希望能够在台湾以台湾为出发点 成为台湾核心的晶棒或者是Wafer的供应商 那进一步得到T21的供应链 去影响全球的供应链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很尴尬的一件事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就是 Silicon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这很便宜 因为它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那当然也很多人说 到底系会不会用完 那后来突然又挖出新的矿来 那大家就拍手拍手 那可是有一些新的一些挑战 比如说我们讲的电动车 它突然之间爆量之后 那整个在 刚刚特别谈到快充 那大家如果车越来越多 那这个都是慢充的话 这个事情就玩不下去了 所以现在包含电动装 那他们也都在思考 就是高电压的 到800伏的 甚至1000伏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向 当然不是马上就会发生 但是就是说你总是要布局 因为前面有很多的技术 你要到位 那从您刚刚所分享的 这样的一些涨金的这个对比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那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价量的问题 你们是一个小公司 刚刚初创的公司 那你要供应给下游的供应链 对不对 那供应链如果说这一个量 一充开来的时候 你们上面涨不出来 就惨了 对不对 那可是涨出来前面 那这个中间就在整个供应链上面 你必须要去做 现在我们在学术上面在讲的叫做 叫做这个orchestration 这个好像是一个交响乐团一样 那就是这个弦乐的管乐的低音的高音的 这些东西它其实要共鸣 才能够产生美妙的旋律 对不对 那如果说下游 好 现在看起来 看起来高压的 现在压力越来越大 对 因为大家 大家车子越来越多 你以前只有那几根高压的快充 可以 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 那你装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需要的这些第三类半导体 就越来越多 对 那结果呢 逼逼逼逼逼逼逼 往上游一直去逼 那可是你们是一个新创 你们怎么来因应这样的一个 一个价跟量中间的一个协调 你不可能把资本全部压在库存上面吗 对对对 我们目前的整个布局的方式 大概还是会以market driven的方式去做 那从市场段 我们现在在接触的客户 那跟认证的过程中 我们大概可以去掌握 包括客户未来 可能会给我们的预估的采购量 我们大概会从这个方式去 先预测我们未来可以布局的 掌精卢的数量 那其实因为每个掌精卢 都是单一的设备个体 所以它并不会跟其他的掌精卢 有所谓的牵扯关系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扩厂布局上 其实以掌精的这个供应位置来讲 我们要布局扩厂其实是相对要快一点的 那它的问题大概会在于 对 那它的问题大概会在于 比如说场域的空间 跟未来的电力输送 因为掌精段还是需要高温 高耗能的这个产业 那个石墨系很惊人 对 所以还是需要很多各方的支持 才可以去做好这件事情 那相应的扩厂对我们单独来讲 当然就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 但是还是像老师说的要有各方的 比方做电力啊 或者是石墨的 石墨的供应商 或者是这些原物料的供应商 都要能够配合上这样 好 我们非常感谢吴博士跟我们这么精辟的 这个分享 那我们很期待 在这个相关的这些技术的成长上面 能够持续的发展 也为台湾能够真的 能够奠基出来另外的一个 所谓的护股神山 好 这里是电动车新革命 我是主持人石日新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